在上一个视频中我们介绍了分支 这个视频中我要给你讲一讲Git中的合并操作 我把之前的几个分支都删除了 只保留了一个master 在讲讲合并之前 我们先学习一下如何去看日志 那么命令非常简单 我们输入Gitlog 这个命令就可以看到这些日志 最往上的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个提交 越往下的话是越早的一些提交 我们输入Q退出 如果我们这么去看日志的话 其实并不方便 我们可以输入一个Gitlog -oneline 也就是一行的展示 回车 这样看起来会更加的短小 前面的这个ID是整个提交哈希码中的其中一部分 已经能够唯一的去标示它们了 如果这些提交特别多的话 你可以在后面加一个-3-5 我们只取前面的几条 如果我想要看某一次提交到底更新了什么 比如说这一次 那么就可以记录这个ID 然后我们使用Git 使用加这个ID回车 就可以看到添加了一个a.txt 内容是这一行 当然我们为了让Git的日志更加好看 不可能每一次都手动输入这些东西 所以在stakeoverflow上就有人提炼出了非常多漂亮日志的一个格式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就是这个地址 更漂亮的去输出Git分支的一个图表 最受欢迎的是这一条 那这条的话我个人并不是特别喜欢 我们再往下翻的话呢 有这个607 我个人目前使用的是这个 也就是使用图形化去一行展示他们的一个关系 当然下面还有其他的一些 如果你喜欢的话呢 都可以去使用 我当然不会每一次都会输入这个东西了 所以呢 我将它配置成了一个自定义的命令 我们来看一下 在Git中呢 我们可以通过GitConfig 那么在加目录下有这样的一个文件 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可以去设置一些别名 我将日志的别名设置为Dog 因为他这里面说了 如果你想更容易的记住这条命令的话呢 可以记住一个单词 Dog 他们的首字母刚好就组成了这一条长的命令 所以在使用的时候呢 我可以输入GitDog 我们就能看到这样的一条输出 最近的一条呢 也就是Head这个指针指向了Master 那么右边这两个红色呢 是我们的远程分支 知道了如何去看Git中的日志之后呢 我们来做一些小的尝试 以后Git中的操作呢 我都会用一些别名 这是我设置好的 避免去输入一些太长的英文单词 首先呢 我创建一个分支 比如说叫F1 GitCO-B F1 我们是基于Master创建的 现在呢 有这么几个文件 我们在F1里面呢 它创建一个Fa.tst 然后将它加到暂存区 我们commit一下 这个时候呢 F1多了一个文件 叫Fa.tst 我们可以输GitDog去看一下 那么指针呢 指向了F1 在Master分支的最后一次提交呢 是AddB.tst 因为有可能我在F1这个分支上 做了一些东西 对吧 我添加了一些新的特性 做了一些其他的功能 然后呢 我们需要将它重新合并到 Master这个分支上 所以呢 一般做法是 首先我切到Master这个分支 然后呢 在这个分支下是没有Fa.tst这个文件的 我们可以使用GitMerge这个命令 后面加一个分支名字F1回车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就会产生一个日志 合并的策略呢 是这种FastForward 使用这种方式去合并的时候呢 不会创建一个新的commit 默认的情况下呢 Git会采用这种方式 当然呢 前提是我们没有冲突 我们这个时候来输GitDog看一下 前面我们说 Master最后一次提交是 AddB.tst对吧 在它之上呢又产生了一个AddFa 并且这条线是垂直往下的 现在呢还没有出现分叉的情况 那么除了刚才这里面的FastForward 还有其他的吗 我们可以输入GitMerge 刚刚Hip去看一下 在GitMerge里面的体现呢 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 有一个-f 也就是我们默认的一个模式 除了这种模式呢 还有一个叫刚刚NoFF 这是什么意思呢 即使我们可以使用FastForward模式 在这个模式下会创建一个新的合并节点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我们做合并的这一次操作 它会帮我们创建一次Commit提交 这里面提到了 如果我们去合并一个Tag 一个标签的时候呢 这是一个默认的方式 而Git在合并的时候呢 一个非常好的实践就是使用 刚刚NoFF这种方式 因为它的作用是在FastForward这个条件下 同时会产生一个新的Commit 而这样做的好处在于 我们可以保持原有的开发分支 整个提交链的一个完整性 我带你看一下 我们知道 AddF1这个操作呢 实际上是在F1那个分支完成的 我们在Master如果这样看的话 并不能完全明确的知道 这次提交到底是哪个分支的 那我们再做一个尝试 在F1的分支上再加一个文件 回到Master 我们输入GitMerge F1 然后呢 加一个--NoFF回车 那么这个时候呢 会弹出这样的一个框 它帮我们产生了一条Message 这条Message呢 叫合并分支F1 当然呢我们可以修改这个 默认我就不修改了 然后呢将它保存 那你会看到 哎 合并的策略已经发生了变化 其实变化也并不大 只是我们在输GitDog的时候呢 看到会产生一条新的Commit 并且呢 左边这个线条发生了变化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知道之前Message 最后一次提交是 AddB.Tst 在F1这个分支上 做了一个AddFA 这样的一次提交 再下一步是什么呢 在下一步我们在Master做了一个Merge Merge之后呢 F1这个分支上又添加了一个FB这样的文件 所以呢 在这次操作的时候 实际上两个分支里面都新添了一些东西 所以这条竖线呢 已经拐了一个弯 而我们再次又回到Master 做了一个合并的操作 并且呢添加了一条新的Commit 所以对于Master分支而言 这一次提交呢 会这样指向去 直到这一次 中途的那些分叉 这里面的分叉 就是其他的一些分支 现在呢我将Master和F1这两个分支 把它们都提交到远程上面 我们输入GitPush 这个是提交Master GitPush Orange F1 F1 把本地的F1提交到远程 现在远程就会有F1这样的一个分支 我现在呢在Master分支上 我们在远程的节点里面 修改一下这个A.TST Update 我加了一行话 然后呢我们点击Commit 那大家知道 现在的远程分支是较新的版本 我本地呢是一个较旧的版本 那么我可以使用GitPush 拉一下 然后我切换到本地的F1 这个时候呢 我们知道Master做了一些修改 而这个修改有可能就是另外一个人做的操作 对F1而言呢 他想要拿到Master最新的一个变动 他怎么做呢 他必须要Merge一下Master 这样他才可以和Master保持最新的同步 那你会发现他使用了FastForward这种模式 我们来输入GitDog看一下 这个图呢就会呈现为这个样子 F1的上一次Commit在这个地方 对吧 这是Master合并的记录 如果现在有人在Master做了一些修改 我们比如说再加一个Touch me.tst 现在Master有一些变动了 然后呢我们再回到F1 如果现在我们做一次Merge的话呢 你去看GitDog会产生这样一条斜线 因为Merge这个操作呢 它是将两个分支的历史连接在一起 而Git呢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命令 叫GitRebase 这个命令的作用是将我们F1这个分支 移动到Master分支的最后一次提交 然后呢他把Master分支所有的提交会并入过来 我们来试一下 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M1已经过来了 我们看GitDog 那么大家能看到在F1上呢会产生一条新的提交 叫AddM1 它重写了项目的一个历史 并且不会带来一条MergeCommit 我们使用Rebase最大的好处呢 它是能够持续的保持这样一条竖线 不会出现分岔 让我们的项目历史会变得非常整洁 它不会像GitMerge那样引入一条不必要的合并提交 但是呢这种简单的提交历史会给我们带来两个后果 安全和可跟踪性 如果你违反了Rebase的一个黄金法则 什么是Rebase的黄金法则呢 也就是说我们绝对不要在公共的分支上去使用它 公共的分支你可以理解为Master 因为如果你在Master使用的话呢 重写项目历史会给你协作的工作流中带来非常危险的影响 这个我们在讲工作流的时候还会提到 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到底是该选择Merge还是Rebase呢 Merge是一个合并操作 它会将两个分支的修改合并在一起 默认情况是不会提交合并中修改的内容 Merge的提交历史呢 它会记录下来到底发生了什么 它的关注点在真实的提交历史记录上 Rebase是没有合并操作的 它只是将当前分支所做的修改 复制在了目标分支的最后一次提交上面 Rebase的提交历史 它能够反映这个项目的过程到底发生了什么 它的关注点呢是在开发的过程上面 Merge更关注于历史记录 它们两个都是非常强大的分支整合命令 没有一个优劣之分 使用哪一个一般是由团队的开发需求所决定的 就我个人而言的话 我使用Merge会多一些 我们再来看一下分支撑吐的这种情况 我在F1上再创建一个分支叫F2 然后呢这个F2里面我们修改一下A.TST 将这个呢给它修改为B 并且呢Update2333保存 Add 现在呢F1和F2这两个分支里面其实在做不同的事情 我们再回到F1 现在呢F2和F1中的A.TST已经不一样了 这个时候呢我在F1中又修改了它 C666保存 我们添加一下 然后呢我去F2 F2的这个同学呢 他想拉取一下F1做的那些东西 然后呢基于F1的内容我再做修改 他会输入GitMergeF1 那他会发现 诶有一个冲突 自动合并的时候发现A.TST发生了冲突 所以呢他需要解决这个冲突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我们如何去解释这种现象呢 这里面无非就是有一条head信息 然后呢由左箭头和右箭头 中间呢用一条双横线去隔开 我们讲上面这一部分呢 是当前分支的一个变化 就是我当前写的是什么 是这些东西 下面这一部分呢 是你要合并的那个分支上所做的一个操作 我们要解决冲突的无非就是 要么使用这一部分 要么使用这一部分 那么你就可以使用VI或者是你的编辑器去修改一下这个A.TST 当然这样修改的话呢特别的麻烦 一般我们实际开发中也不会这么做 都是用工具做的 还有一个命令叫Git Merge Tooler 我们输入一下他回车 他会首先检测到我们是这个文件有一个冲突 那么你可以使用VimDef去做一个比较 我们再次回车 这种方式呢 上面是各个分支的一个版本情况 下面呢是你可以做修改的地方 这个是我们当前的分支 这个呢是我们要合并的那个分支 而中间这块呢是一个原始的文件 我们要修改的话呢要回到下面这个界面 比如说我现在要保留B.TST这次修改 那么我们就可以将多余的给它删掉 然后呢我们要做一个保存 这样就已经修改完毕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A.TST 它会变成这样的一段 同时呢我们看一下本地还会生成一个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就是我们冲突当时的一个现场 一般呢解决之后也不会保留它的 所以将它删掉 我们再做一个commit 产生之后呢我们使用GitDog去看一下 会有这样的一条记录 当然呢使用Merge的时候就会产生这样弯曲的一些线条 Rebase就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我们实际开发中呢像这种合并的操作 其实都是会用工具完成的 因为真的即便你用VimDiv这种工具 其实还是非常麻烦的 我在后面的课程呢会教大家一些常用的工具使用方法 而前面介绍这些命令呢是让你更加熟悉Git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这个视频中呢我就讲这么多内容 在下个视频中呢我将给你介绍Git中的撤销和回滚操作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呢 可以订阅我的频道或者为视频点个赞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